我和妹妹都获得了回到20岁的机会 妹妹抢先我一步 去影帝受伤的街口 等着救她 姐姐 嫁给她的机会是我的了 我看着她的背影笑出了声 谁回到过去第一件事是找男人啊 我当然是选择利用机会发大财 后来 妹妹成功拿下了我上辈子的老公 她在我面前耀武扬威的时候 她引以为傲的丈夫对我殷勤陪笑 程总真是好久不见了 您投资的新电影 我想跟你聊聊 傻眼了吧 姐发大财 程渊 你妹妹怎么没来上课啊 同学帮我带了一份早餐 偷偷问我 程渊为什么又讨课了 我摇摇头 不知道 最近她也没有回家住 但其实我知道程渊人在哪里 她在陪伴我的未来老公 我和程渊都获得了一个 回到20岁改变命运的机会 上一世 我20岁的时候 救了出车祸的影帝许诗远 后来她介绍我拍戏 我靠着这层关系越走越远 36岁那年 我跟许诗远结婚 转型做导演 导演生涯也一帆风顺 而程渊见我拍了第一部戏以后 立刻辞掉了爸妈 给她安排好的工作 吵着闹着进娱乐圈 最后折腾了半辈子 除了能蹭着我的名字 获得一点曝光以外 她什么都没做到 只留了几部烂片 偶尔被营销号拿出来盘点 程渊一直认为 我的所有成功 都是靠着20岁那一年 救了许诗远 所以我们刚一穿越回来 程渊就让爸妈把我关在家里 我要去救许诗远 嫁给她的机会是我的了 就算是再来一次 爸妈也还是不喜欢你 许诗远也会爱上我 我却不觉得生气 爸妈的态度 我早就经历过一次 也早就看清楚了 上一世我都没对爸妈有期待 这辈子就更不会了 你很想嫁给许诗远吗 当然 不然我为什么要千辛万苦地换回来 破过玻璃门 程渊的脸有一点模糊 声音却很清晰 程渊 我可是特意带着你回来 让你亲眼看着的 啊 这 我捂住嘴 才能不让自己的笑声泄露出来 谁懂啊 一觉睡醒 无痛变成了20岁 我妹妹脑子一直不好 但是用到了正确位置 也能发挥巨大的威力 为了让她放心 我抓着门把手 假装痛苦 你怎么能这样对我 许诗远不会爱你的 程渊高高地仰起头 这次 得到一切的人是我了 程渊走后 我擦了把脸 把刚刚演出来的泪水擦干净 看着这个熟悉又陌生的房间 我忍不住笑出声音 真好 能重活一次 谁还要去找男人啊 当然是要利用机会 修正错误发大财呀 更何况 许诗远又不是什么好东西 晚上放学 程渊请假了 爸爸就不会开车来接我们 但是我早就已经习惯了 这种的行为 毕竟 他们不是我亲生父母 我上辈子费了很多时间才查到 程渊的爸爸 程渊海其实是我叔叔 我爸妈死后 他继承了所有遗产 对外也说 我是他的亲女儿 小时候 我也疑惑过 为什么爸妈对我不好 对程渊却百依百顺 后来才明白 我与他们原本就不是一家人 程渊海觉得 收养了我对不起程渊 程渊本来是独生女 现在家里却多了一个我 他怎么不想想 他们一家花的都是我爸妈的钱呢 上一世 我被他们蒙在鼓里 等我知道真相的时候 程渊海已经靠着我爸妈的钱开了公司 享受了大半辈子 不过现在 一切都还来得及 谢谢程渊 用他平滑的大脑 帮我完成这一梦想 虽然不知道他用什么 换来了逆转时间的能力 但是没关系 反正不是我牺牲 你要试镜 门口的工作人员对着我一脸疑惑 这是内部消息 你怎么知道的 不要捣乱 赶紧走 我笑了笑 为什么不让我试试呢 你可以问一下导演 没准他就想要我这样的 这场秘密进行的试镜 上辈子电影上映后 一举拿下奥斯卡才被人知晓 这部电影删掉了一个重要角色 因为导演一直没有找到合适的演员 而上辈子 他曾经亲口对我说 如果当时我们就认识 那角色一定是我的 不靠许实远 我一样能拍戏 如我所料 金岛对我的演艺十分满意 毕竟上一辈子 他见到我就要跟我讲这个角色 除了他自己 我大概是全世界最了解这个角色的人了 程渊 你的演技很好 根本不像一个从没有拍过戏的新人 金岛微信给我发了一段视频 是我的视镜录像 你是我见过最有天分的人 谢谢金岛 我看着手机轻笑 这不是什么天分 是命运的回礼 在我成功拿到角色的时候 程渊还在跟许实远纠缠 他连学校都不去了 每天在实际病房里跑前跑后 毕竟 在他心里 拿下隐蔽比什么都重要 而我选择了先休学 办好休学以后 我就专心看剧本 等个进组 程渊 你不会想休学 去找许实远吧 程渊冷笑 他现在根本不认识你 你去了也没用 别挣扎了 我比你先一步救下他 他不会爱你了 我一言难尽 但还是装得很难过 我不信 实远爱的是我的灵魂 多亏我演技好 什么台词都能说 程渊更得意了 你就等着看我变成影后吧 我差点笑出声来 程渊根本不知道 许实远车祸伤到了根本 他找我结婚 是为了隐藏自己的难言之隐 作为交换 他零片酬参演我的处女作 我帮他守住秘密 婚后 许实远一直零绯闻 就在程渊眼里 成了许实远爱我的证据 笑死 他倒是享有绯闻 但是条件有限力不从心啊 程渊 你很害怕吧 害怕被我夺走一切 上一世被我打击的 体无完肤的程渊 此刻眼里写满了快意 我轻轻叹口气 你看 机会只会留给有脑子的人 像程渊这种人 逆转时间一百次 也只会失败一百次 蠢货回到过去 就会变聪明了 怎么可能 又不是换头 每次看到程渊 绞尽脑汁 想出一些胆汁的时候 我就会感慨 造物主的神奇 但我依然会配合他的演出 我就是喜欢看我讨厌的人 奔向既定结局 在知道真相那一刻 露出痛苦无比的表情 哦 放小说里 我肯定是个恶毒女配 我禁组没有告诉任何人 离开家那天 程渊带着许实远回家了 他勾着许实远的胳膊 只高气昂地看着我 姐姐 这是许隐碧 我没有说话 看起来很难过的样子 许实远还是旧式模样 眉眼间有几分不耐烦 却隐藏得很好 上一辈子 他对待自己身边的阴阴厌厌 也是这个态度 看来 程渊并没有用好自己的救命之恩 程明海对许实远很满意 他跟程渊一样警告我 离你妹妹的男人远点 我看着他肥头大耳的脸 找不出一丝与我相似的地方 如果我的父亲还在 会是什么模样吗 我装作很失落的样子跑出门 身后的程明海说我不懂事 但我永远别回家了 怎么可能呢 亲爱的叔叔 你从我家获得的东西 我会回来一一拿走的 程渊以为我受不了打击 离家出走了 他跟着许实远进组贴身陪伴 自然也不知道 我早就办好了休学 他还在幻想着我离开家以后 日日以泪洗面 他不知道 我就在许实远隔壁的剧组 跟着金岛保密拍摄了大半年 我才重新回到学校 而程渊已经因为矿课被开除了 我回学校的那天 程渊站在门口笑着看我出门 程渊 你现在只有上学一条路了吧 没了许实远 你又比我好多少呢 我笑了笑 没有说话 金岛已经把片酬的一部分打给我了 我拿着钱去咨询律师 你目前我跟程渊海的关系 我还能拿回多少钱 律师看了我的信息 沉思了很久 问我 你有没有想过一个问题 你爸妈的死 可能没那么简单 我一愣 你的意思是 程渊海害死了我爸妈 我爸妈死于一场火灾 他们过世后 我被程渊海带回家 没多久 程渊海也不想给我留下心理负担为理由 举家搬迁到了另一个城市 我只来得及查到这些 就跟程渊一起回到了20岁 难道说 我爸妈的死有蹊跷 律师说 火灾多半是熟人作案 我建议你先调查一下 你爸妈当年的火灾 你想拿回当年的遗产 这几乎是不可能的事情 毕竟过去了20年 很多信息已经不可考证 她的话一直在我脑海中徘徊 原来 我叫了那么多年爸妈的人 可能是害死我亲生父母的凶手 上一世 我查到的信息里 说我爸妈感情很好 十分恩爱 帮我查这些的人 不无感慨地对我说 程姐 如果你父母还在 肯定会非常爱你 他们都觉得我可怜 但是我这人偏不喜欢假设 有仇报仇 有怨抱怨 幻想解决不了任何问题 正如律师所说 20年过去 我几乎不可能用正常渠道 拿回遗产 不过没关系 这个世界上没有绝对完美 抽丝剥茧 只要足够耐心 我总能得到想要的结局 在我开始着手 调查我爸妈当年火灾的时候 程渊和许诗远被狗仔胎到了 许诗远那边还没有做出回应 程渊已经按捺不住 给我打了电话 程渊 你很痛苦吧 诗远已经打算跟我订婚了 他还把我的经济约 签到了他的工作室 没了诗远的帮助 你什么都不是 这辈子 你就等着被我碾压吧 不管到了什么时候 程渊的脑子 永远不会让我失望 经济约签到许诗远工作室 是什么好事吗 不是被他拿捏得死死的 阿玉 合同可不要乱签呀 有诗远帮我看着 就不用你假好心了 我无声地笑了笑 程渊 为什么你这样恨我呢 上辈子 我也有努力帮过你呀 你帮我 那你为什么不把资源让给我 凭什么 我只能从小配角做起 当然是因为你演技不行 又好高无远啊 演一个18线配角 都能被网友拎出来 骂得螺旋升天 我有幸看过他的cut 每一个五官都落在了 我一想不到的位置 如果这辈子 许诗远要捧程渊演戏 那我只能说 观众有福了 上一时 我也曾经试图帮过程渊 带他参加综艺 给他安排角色 比如说我希望 这在他眼里反倒成了羞辱 吵过一次以后 我便再也没有管过他 人生有限 总不能把时间和善良 都用在不相干的人身上 事情发酵一段时间 许诗远还是跟程渝官宣了 通稿买的是 救命之恩带来的姻缘 我抱着手机忍不住笑出声 看来许诗远这辈子 还是伤得挺难以启齿啊 靠着许诗远的名气 程渝从素人 变成了小有名气的嫂子 虽然许诗远粉丝没少骂他 但是两个人经常合体秀恩爱 也吸了很多CP粉 许诗远仿佛在用这种方式 极力证明着什么 祝他成功吧 托程渝喜欢炫耀的福 他和许诗远的每一步 发展物都了然人凶 小有名气以后 程渝经常会直播跟粉丝互动 程明海夫妇也偶尔会出镜 真是相亲相爱的一家人 自从那次从家里跑出去 我就再也没有回去过了 回去也没什么意义 程明海又不会把自己的犯罪证据 藏在家里 时隔20年 我其实找不到任何证据证明 程明海纵火杀人 但是我始终相信 只要足够耐心 就能杀死所有猎物 金岛跟我说宣传任务的时候 我正在看成语直播 金岛扫了一眼我的手机 认出了许诗远 许诗远啊 我点点头 嗯 他女朋友是我妹妹 金岛迟疑了片刻 犹豫到 你妹妹啊 亲妹妹 对啊 双胞胎 那你俩长得不太像 说完 金岛又道 小诚啊 我这人就是多嘴 你跟你妹妹说说 要不再考察考察 金岛一片好心 一大票人 但狗改不了吃屎 大家都觉得他迟早的分手 不过我倒是对他俩能 长长久久停留信心 只要许诗远能忽悠住成语 估计他俩这辈子都不会分手 许诗远还是不能直面自己的残缺 男人 我明白您的意思 但是我妹挺喜欢许诗远的 我也没啥办法 金岛叹口气 不再说这件事 他又跟我嘱咐了 一遍宣发的事情 成渊 电影上映 你一定会火 电影是金岛亲自剪的 我的戏份越剪越多 是名副其实的女主角 你就是这部戏的灵魂 说这话的是 跟我搭戏的老牌影的周恒 上一世 他跟这部电影 一起横扫个大电影节 拿奖拿到手软 这一世 他对我从挑剔到探服 只用了一场戏 金岛眼光好 为了赶上奥斯卡的颂奖 金岛特意延迟了上映时间 巧的是 这段时间里 成渝拍了人生中第一部电影 许诗远给他安排的 上一辈子 让我一炮而红的角色 成渊 这个角色你很想要吧 成渝的声音带着得意 现在他也是我的了 那我倒是也没有很想要这个角色 有赖于我的演技不错 这角色虽然是恶毒女二 电影上映后 却得到了一大票人的心疼 现在换成了成渝 不知道会碰撞出什么火花 拿不到资源 你成渊不是也得从跑龙套做起 你又比我好多少 大概要让他失望了 没有许诗远 我也能风生水起 金岛给的片酬很丰厚 虽然跟上一世的不能比 但是对于一个新人来说 已经非常可观了 这部分钱 除了用于调查当年的火灾 剩余的部分 我投了一个网剧 人回到过去 当然要查却不漏 上一世 这个网剧上映后 口碑收视率双开花 主创团队赚得盆满钵满 现在 轮到我一起赚钱了 网剧的小导演是个新人 对我的投资很感动 谢谢你愿意信任我 我笑了笑 看着他还有几分青涩的面容 没有说话 谁能想到 眼前这个还在拍网剧的小导演 会在三年后 靠一部小成本喜剧杀出重围 此后佳作不断 更是拍出了 号称中国科幻电影里程碑制作的精品 而我现在做的 就是赶在他还没成名之前 搭上这条船 成玉从来没想过 如何利用重回20岁的机会 他只知道 按照我曾经走过的路 再走一次 复刻别人的人生 真的就能成功吗 当然不可能 那些路之所以走得通 是因为走在路上的人是我 姐没别的本事 主打一个自信 自信 就是女人最好的医美 我在学校继续完成学业的时候 成玉每天都在直播 网友包贬不一 但好歹算是红了 他有时候会提及自己的电影 我还蛮喜欢我的角色 是一个为爱癫狂的恶毒女人 这种纯粹的恶毒 演起来很爽 有一种背弃所有教养的疯癫感 这段话 是上辈子我形容这个角色时候说的 真是难为成玉记这么久 在这个信息高速运转的时代 没有真正的秘密 网友很快扒出来 成玉还有一个双胞胎姐姐 当有人问起的时候 她说 姐姐其实对娱乐圈也感兴趣 但是没找到什么好机会 她还在学校读书 应该没办法出道了 而且姐姐对我可能不太满意 自从我跟石远在一起以后 她就再也没理过我了 在她的暗示下 不少人觉得我没什么本事 还嫉妒妹妹跟大明星恋爱 有人不明就里 帮她骂我 这不就是纯纯的嫉妒吗 要是我妹过得好 我肯定开心得不得了 就是呗 自己没本事还嫉妒别人 可千万让她离石远哥远一点 看着乌烟瘴气的弹幕 成玉的快意 几乎要从眼角眉烧溢出来 我怂怂间 实在不明白 让她失望了 金岛的电影定当以后 我要跟她一起跑宣传 很快她就会在屏幕里 再一次看见义气风发的姐姐 这大概是成玉最不想看到的噩梦 我和金岛一起出现在 电影宣传活动上的时候 成玉已经开始发疯了 她疯狂地给我打电话 你是怎么搭上金岛的 成玉的声音有些癫狂 说啊 你是不是靠张开腿 啊 你不是很清高吗 她的攻击力真的很弱 甚至有些语无伦次 我费解地问她 你为什么觉得 我会走跟上一是一样的路呢 我是真的不能理解 认真地想得到一个答案 但是很遗憾 成玉没有给我解释 听着她近乎于疯狂的声音 我忍不住笑起来 还记得金岛的电影吗 阿玉姐姐要去奥斯卡了 你呢 捡着我不要的角色 又演得如何呢 成玉怒火中烧挂了电话 但这只不过是开始 接下来 她还要面对电影上映后的种种 众活一世 成玉不忘初心 演技没有任何长进 她似乎从没想过如何提升自己 在她看来 混娱乐圈是不需要演技 只要能抱住许诗远的大腿 就可以红透半边天 要真是这么简单 我何必在成名之后依旧花重金 请名师锤炼演技呢 不劳而获 终归会自食恶果 只想走捷径的人 只会离最终目标越来越软 许诗远和成玉新电影上映那天 某知名问答网站的热榜问题是 如何评价许诗远的新电影杀出重围 点赞最高的是一位知名影评人的回答 谢妖 只能说 强捧灰飞烟灭 许诗远的女朋友根本不在一个次元 有一种外星人刚到地球 不熟悉人类社会的僵硬感 你要说她是AI假扮的我都相信 电影能不能杀出重围我不知道 但是成玉靠着这个角色 彻底杀出重围了 她从名词变成了形容词 每当网友想评价某某明星演技差的时候 都会说一句演得真的很成玉 可惜了 杀出重围的女二 本来可以很出彩的 许诗远忙着帮她攻关的时候 金岛的电影也上映了 如上仪是一样好评如潮 瞬间把同期电影秒成了渣渣 和经典声于同一时代 有时也是一种痛苦 作为电影女主角 我的身世很快被扒出来 网友震惊之下终于发现 成渊就是成玉那个 极度到变态的双胞胎姐姐 成渊极度成玉什么 极度她演技尬的像千年槐树精吗 真的是双胞胎吗 一点不像了 不知道成玉干不尴尬 反正我听人尴尬的毛病犯了 同样都是新人 电影同期上映 还是双胞胎姐妹 成玉不可避免的 被人拿出来跟我对比 而显然 从各个角度对比 她都没有赢过我 哦 除了她有个恩爱的影帝男友 当然 这个恩爱比较存疑 成玉究极破防 买了180个通稿给自己硬吹 结果就是 网友更加反感 甚至连着许诗远的口碑 也岌岌可危 成玉当然不可能忍下这口气 她还有秘密法宝没有用 来自于亲生父母对我的打击 被群潮没多久 她就在家开了直播 成明海也跟着出镜了 阿玉直播的时候 怎么从来没看到姐姐啊 一片乌烟瘴气的弹幕里 这条尤为刻意 一看就是成玉故意安排的 弹幕发了没多久 成明海就对着镜头 无奈地叹口气 你别说 演技比成玉好 许诗远要是捧她 没准效果比现在好 阿玉这孩子向来不听话 我跟她妈妈说了很多次 让她低调做人 不要走歪门邪道 她还觉得是我们害她 为人父母 哪有不希望孩子好的 我只是想让她爱惜自己 其身自好 不要走捷径 家里又不缺她钱 何必为了红做这样的事呢 真是不省心 还丢人现眼 又是这一招 真是没心意 上一世 成玉也搞过这么一回 害我被骂很久 一个父亲指责女儿 为了尚未不择手段 大家自然会先入为主地 选择信任父亲 毕竟正常人肯定不会想到 爸爸会造女儿黄谣啊 所以直播还没结束 我就被骂上热搜 想毁掉一个女孩 真是太容易了 编造几句嘘飘鸟的谣言 她就一辈子都甩不脱 如果我真的只是一个娱乐圈新人 大概会被打击得体无顽肤 还好我早就猜到 成玉会用这一招 毕竟凭她那个光滑的大脑 也想不到什么新鲜东西 让成玉海出来骂我 把我拉入泥潭 是成玉能想到的 最好的打击我的方法 这样她才能获得短暂的快感 看吧 就算你再优秀 爸妈也永远站在我这里 但亲情从来不是能攻击到我的武器 何况 成玉海根本不是我爸 上一世我很小的时候 就想通了这件事 不喜欢我的人 不值得我为他们难受 人一辈子有很多不圆满 父母圆钱也是一种 与其无尽内耗 不如从一开始就学会不再期待 天涯孤草野蛮生长 我从不害怕自己不被人爱 就算全世界都讨厌我 我也要好好爱自己 我活得越好 讨厌我的人就越痛苦 这比任何报复都有效 事情发酵以后 金岛很快就来问我是什么情况 你爸怎么回事 哪有这么说亲生女儿的 我叹口气 亲生到金岛 我爸爸就是单纯的不喜欢我 其实这些年我都习惯了 我跟我妹妹从来都是这样的 好事成绩比妹妹好要被骂 个子比妹妹高就不能吃饱饭 甚至亲戚夸我没夸妹妹 我爸都会大发雷霆 这次 大概是因为我妹新电影挨骂了吧 金岛听完半天没说出话 过了好一会才找到语言 你爸生是有病啊 见过偏心的 没见过这样的 你放心 一会我就把你试镜的录像发出来 又安慰我几句以后 金岛大包大懒 要帮我处理这次的谣言 挂断电话 我看着蜂拥而知跑过来骂我的网友 心里只觉得还不够 闹得越大越好 越多人知道越好 程铃海一直都是这样对我的 小时候 亲戚邻居会爱与他的关系 对我冷冷淡淡 他们也和这些不明真相的网友一样 相信程铃海的话 这让程铃海和程鱼一直觉得 只要利用这个办法 就能控制住我 但他们不懂 利用舆论的人迟早会被舆论反噬 等事情真相被发掘的那天 网友会把错骂我的愧疚 都转嫁成对始作俑者的愤怒 时过境迁 我早就不是那个 任人拿捏的小女孩了 而网友和路人 也不会像曾经那些亲戚朋友一样好控制 群众的眼睛视血亮的 总会有明白真相的人出来说话 第一个帮我说话的是周恒 我认识的程铃勤奋努力 脚踏实地 实在想不通 一个父亲怎么能用如此恶毒的话语 评价自己的亲女儿 周恒名声一贯很好 有他开头 剧组很多工作人员都出来为我站台 而金岛随即放出了我的视镜视频 和最开始跟我沟通的聊天记录截图 舆论跟着转向 感觉程铃不像他爸说的那样啊 金岛和周影帝的人品 圈内皆知吧 我反正不信程铃他爸了 这么一想 程铃好可怜啊 被亲爸爸造谣 对啊 不能理解 怎么有人这样说自己的亲女儿啊 知情人说一句 程铃其实一个惨子了得呀 他们一家都偏心程铃的 读书那会 程铃考试分数比程铃高 都要被他爸质疑作弊 这个知情人 当然是我安排的 这种事情 有一就有二 我安排了第一个说公道话的人 就会引出更多故人 这些年 程铃海对我的态度 大家有目共睹 很快 程铃和程铃海也登上了热搜 而关联词条就是偏心 托他们的福 剧组省了一大笔宣传费 很多人因为骂过我后觉得对不起我 纷纷去刷我的新电影作为补偿 票房还小报炸了一波 或吸福所以 福吸或所福 任何事情都有其两面性 只看当事人如何处理了 再见到程铃 已经是一个月后了 虽然程铃跟程铃海千夫所指 但是许诗远对他不离不弃 带着他参加了不少晚宴活动 我现在真的有点好奇 程铃是不是知道 许诗远不行了呀 不然按照许诗远 那个无力不起早的性格 别说是救命恩人 就是他亲爹他 估计都要大义灭亲了 会场的走廊里 程铃冷冷地看着我 我走近时候 他拉住我的胳膊 你故意的 故意说假话 让我和爸爸担心你 我歪着头 唇叛含笑 你在说什么呀 什么故意的 妹妹 你是不是最近太累了 我觉得你说话 都有点有无伦次了 他皱了皱眉 神色有些不耐烦 爸爸都是担心你 他被人骂成这样 你满意了 阿玉 爸爸说那些话的时候 有没有想过我会难过呢 我有时候真的很怀疑 他是不是我爸 为什么他总是这样对我呢 我不着痕迹地 看了一眼成玉的衣领 有细微的红光一闪一闪 跟我玩偷拍直播这一趟 姐姐陷害同行的时候 你还不知道在哪里挨骂呢 爸爸说 让我把所有资源都让给你 阿玉 我可以帮你 但是路不能这样走 做人要搅他实地 你不要总是觉得 嫁给许诗远就算成功 我贴近成玉耳边 用所有人都听不见的声音 轻声说了句 哎呀 你又失败了 成玉跟我的对话 被他实施直播出去 却并没有按照他设想的轨迹发展 骂他的人更多了 连带着许诗远也跟着挨骂 许诗远的粉丝疯狂抵制成玉 每天都有人打卡 两个人分没分手 而成玉也接不到任何戏了 本来他上一部戏靠的 就是许诗远的人脉 让大家记住他的偏心才是重点 这样等我揭露真相的时候 大家才会觉得果然如此 当然 现在还不是时候 拿到的证据太少了 我只能证明 我不是成玲海的亲生女儿 提前动手会打草惊蛇 对成玲海要一击毙命才行 我向来很有耐心 大概是许诗远出手 帮着成玉处理了后续 她低调了好一段时间 过了一年 才又出现在大众事业里 而这段时间里 我跟着金岛横扫个大电影节 如前世一样 这部电影拿下了奥斯卡最佳外语片 金岛十二成功 我也一战成名 这一世 我的起点其实比上辈子高很多 本来也应该如此 这就好像游戏通关后重刷副本 通关速度只会越来越快 数据只会越来越完美 像成玉这样 一次比一次拉跨的玩家 真的不多 凭着上辈子的记忆 我接的戏都叫好叫做 拿到的片酬 被我投资出去 回报当然更高 成玉还在借着许诗远的光 在小网综里 当透明人的时候 我已经开了自己的工作室 成功从打工人化身老板 网友都说 我仿佛那种开了透视卦的玩家 某种意义上 他们说的并没有错 只是这个卦 是成玉亲自帮我开的 对于成玉来说 回到20岁 唯一意见称得上成功的事情 大概就是搭上许诗远 他常常发癫一样 找我秀恩爱 诗远说了 我们结婚以后要生三个孩子 你根本不知道他有多爱我 就算你再有钱又怎样 在感情里 你永远是个失败者 如果这样能让他荒芜的心灵 得到一丝滋润的话 我也没什么意见 但是对于许诗远 打算生三个孩子这件事 我持否定态度 我祝他成功吧 再见到成玉 是一场商业晚宴上 他作为许诗远的女伴出现 许诗远真人一罐厚脸皮 见到我仿佛见到了亲戚 可以理解 我现在也算是娱乐圈大金主 投资一步转一步 堪称雷达探测器 程总 真是好久不见了 我跟阿玉说了好几次 想见见您都没机会 您眼光真是好 上周上映的600亿计划 我看也是您工作室出品的 哎呀 什么时候有机会 跟您合作一部电影呗 什么眼光好 还是要谢谢阿玉呢 我笑盈盈的看了一眼成玉 是吧 阿玉 成玉脸色体轻 许诗远扯了他衣袖好几次 他才硬帮帮说了一句 嗯 许诗远眼底有一瞬不耐烦 阿玉就是这样 人一多就不好意思出声 我笑了笑 没有说话 我对许诗远倒是没什么意见 上辈子我俩就是资源交换 充其量算是合作关系互惠互利 不过显然这辈子 他的合作伙伴选得不太好 见到许诗远对我态度如此殷勤以后 成玉更加癫狂了 他固执地认为 只要自己一直跟许诗远在一起 就算是赢过我了 精神胜利法满分 但是我已经不打算跟他纠结了 现在轮到成明海了 天网灰灰 他也享受很多年 该付出代价了 我投资的一部小成本亲情 向电影上映后 全网都在感慨 这部电影里讲述的妇女情 有位大V发文感慨 有些父亲为了女儿不惜一切代价 有些父亲 怕马的女儿就是个代价 在有意引导下 成明海偏心的成年就是 再一次被提出来编尸 真的没见过这种爹 我爹就这样啊 让我辍学打工 给我弟买房 哎 真的会替成渊难过 还好我们渊渊厉害 偏心不是应该偏心优秀的那个吗 没有说偏心正确的意思 父母健在只是单纯的疑惑 事情发酵到第二天 突然有一个三五小号 发了一张老照片 偏心 不是亲生的 当然偏心啊 照片是找了很久才找到的 我爸妈跟成明海夫妇的一张合影 网友很快发现了 蜂拥而至 在大家的询问里 成渊最先沉不住气 公开表示 这件事子虚乌有 不可能发生 我和成渊是双胞胎 怎么可能不是亲生的 爸妈不喜欢成渊 是因为他从小就不听话 哪有爸妈不爱孩子的 成渊急切地想为成明海解释 但是成明海偏心这件事 早就深入人心 根本没有人相信他的话 是啊 既得利益者的话 怎么会有人信呢 我买了一批水军 冲进成渊的直播间 当然是帮助成渊说话的那种 大家不要太离谱 不是亲生的都出来了 怎么可能不是啊 有什么证据证明吗 看似是怀疑那个小号 其实是在拱火 很快 在我的安排下 小号发出了更多的信息 直指成明海侵占侄女儿遗产 证据呢 对啊 证据呢 球锤自然会得锤 我的出生信息 去医院就可以调出来 而我跟成明海夫妇的血型 也被公开 当年负责我妈生产的医生 也公开表示 成明海只是我的叔叔 时隔多年 成渊再一次打通了我的电话 成渊 你早就知道了是不是 是啊 我爽快地回答他 还要谢谢你带我回到20岁 不然我怎么会这么快地解决这个问题呢 只是公开成明海跟我的关系还不够 我要的是让他们狗急跳墙 正如当年那个律师所说 我没有办法证明成明海占用了我的遗产 所以才需要闹起来 让这件事情接受公众的审视 现在 变成了网友要帮我伸张正义 正义网友 继承了哥哥所有遗产 却不好好对待哥哥的女儿 成明海终于坐不住了 开始解释自己没有占用遗产 我本来也是有继承权的 而且这么多年 我也好好照顾了成渊 把他养大成人 可惜 他偏心的印象已经深入人心 没有人会相信他 我一步一步埋下的种子 在此刻盛放 化作尖利的剑冲向成明海 他和成渊可能从没有想过 我为此准备了多久 我要的是万无一失 一环扣一环 人在慌万的时候 是一定会出错的 母后的咖啡店 我和一个联系过很多次的人见了面 你好 初次见面 第七安全局江静谈 我笑了笑 你好 成渊 江静谈很早之前就联系到了我 加我的第一句话 他说 他知道我是重生的 如果这个让人重生的异端不处理 你妹妹可以无限次重生 我需要你配合我 当然 作为交换 我可以把兔针药水 用在成明海身上 江静谈告诉我 根据他的猜测 这个能让人重生的异端 应该是双绑定系统 但是主控权在成渝那里 只有成渝露出破绽 他才能解决这个异端 这个世界有很多异端吗 江静谈耸耸肩 对呀 不然我们每天忙什么 不只是异端 有时候我甚至怀疑 这个世界不是真实的 但是真实和虚假都不重要 反正我所在之处 既是真 按照我和江静谈的约定 我邀请成明海 参加了一档新综艺 告诉他 我打算跟他在综艺里和解 而直播一开始 江静谈的兔针系统发挥作用 成明海对着镜头 一板一眼地讲述了 有吓到失常 而成明海不仅交代了作案过程 还交代了当初的同伙 案件实在过于清晰 警察很快立案侦查 案图索记一样 找到了当年隐藏的真相 被逮捕归案的时候 成明海吓得几乎不会走路 他不知道自己 为什么会说出这样的话 当然 在判决没有下来之前 他还有很多时间去后悔 杀人凶手已经归案 但是作为他的女儿 成渝还在 为了跟成渝撇清关系 许诗远立刻表示自己 跟他只是合作关系 可惜网友不太买账 壮士断腕 最后许诗远放出了 自己的诊断证明 出于男人的尊严 一直没有说这件事 被爱其实只是我撒了一个谎 对群朝不行 总比被成渝脱下水好 许诗远还是很想得开的 在震惊过后 粉丝艰难的安慰他 咱们还能去演味中贤和正和 没事的 人间自有真情在吧 后来许诗远因祸得福 还真演了很多 深入人心的太监形象 只能说挺励志的 而许诗远撇开自己以后 诚远就更加强导重人推了 江静谈告诉我 诚远应该快要忍不住了 我几乎能检测到一端信息了 半个月后 诚远找到了我 又输给你一次 反正这辈子就这样了 咱俩见一面吧 果然跟我猜测的一样 上一辈子 重生之前 诚远也是由我单独见面 看来 他想顾忌重施了 我故意装作不知情 约他来我家 从他进入小区开始 实时画面就传输到了我的电脑上 江静谈问我 仔细看看 有没有什么特别之处 透过屏幕 我清晰的看到诚远的样子 特别之处 电光石火之间 我突然发现了诚远手腕上 带着一根红绳 上一次 他手腕也带着这根红绳 是那根红绳 漂亮 江静谈动手之前 我给诚远打了一通电话 阿玉 你还是觉得 我只是运气好吗 不然呢 这一次 你不过比我多知道一些消息吧 再来一次 我一定会赢过你 我缓缓勾纯 没有下一次了呀 我的妹妹 诚远进门 就被第七安全局的人按住 一端发挥作用是需要条件的 而现在 诚远没有机会了 江静谈他们 看不到诚远手腕上的红绳 但是 我可以 顶着诚远仿佛痴人一般的目光 我摘下了他手腕的红绳 红绳闪着细微的光芒 我能隐隐感觉到 他对我的呼唤 一端也有思想 他在诱惑我跟他签订契约 操控时间的能力 你不想拥有吗 我毫不犹豫地 把他放到了江静谈 准备特殊盒子里 江静谈持一片刻后 轻声道 我的能力是能听到异端的声音 为什么拒绝这么塌呢 很有诱惑力不是吗 我笑了笑 弱者才需要一直回荡 我只想活好每一天 人生的每个时刻都很精彩 如果全部是已知剧情 那有什么意思 江静谈赞许的看我一眼 你很清醒 这个世界没有免费午餐 所有的优待都需要付出代价 随着他的说话声 成余的皮肤突然开始塌陷 下一刻 他在我面前垂垂老去 半晌 我才找到自己的声音 这就是代价吗 普通人想获得逆转时间的能力 就只能用时间来填补 我承诺了片刻 你们打算怎么处理这个东西 江静谈对着盒子勾起唇角 没眼间神采奕奕 小意思 没有我调教不来的玩意 三个月后 成余才醒过来 江静谈把他带回了第七安全局 他的衰老不可逆 仿佛生命力被抽干了 我在安全局观察了很久 发现并无大碍后才离开 这场旷日持久的闹剧 终于落下帷幕 离开安全局那天 程明海的判决也下来了 二十多年后 他的惩罚姗姗来迟 他死那天 我带着一束花去看了我爸妈 爸妈 你们可以放心了 我能把自己照顾得很好 一阵风温柔地拂过我的头发 斜阳如今 霞光满天 我心口悬挂的巨石终于落地 现在 我要去好好享受我的富婆人生了 至此全文完 感谢阅读